走 請坐 各位 民政府的長官 大家好 哦 馬來摸摸摸 看起來很壯觀 很高興 剛剛我們秘書長的精彩的演講 讓我們覺得真的是雙肩責任重大 昨天 我們在分組討論的時候 很多同心都擔心 我們民政府 如何來完成 自治建國的任務 我們民政府 怎麼樣才能夠 無縫接軌 來接掌 整個政權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大家都很用心在思考這個問題 也提供很好的意見 我這邊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陳述 跟要求 所有的 我們民政府的長官 在座各位將來都是 政務官 很有可能 當然有的時候會見一些事務官之類的 不管是哪個階層的官員 都要謹記 一句話 幾個字 第一個 要有冷靜的頭腦 要很冷靜 什麼叫冷靜的頭腦 冷靜的頭腦就是 我不帶私人感情跟好惡 我們在擬定政策的時候 不會帶私人的感情 跟個人的喜怒哀樂 要根據客觀的環境 客觀的環境 擬定大家能夠接受的政策 冷靜的頭腦 事務官就是要擬定政策 再來就是怎麼樣 要有溫暖的心 我們內心 充滿了慈愛 充滿了平和 不要有太多的仇恨 我們不喜歡的 我們討厭的 就是坐姦犯科的人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用一顆溫暖的心 來善待好人 因為溫暖的心善待好人 同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怎麼樣 就會有一個嚴格嚴厲的態度 來處分惡人 今天為什麼整個中華民國 在台灣六十幾年來 這個社會越來越沉淪 好的沒有辦法出頭 因為整個政府 謝謝他他 或悉你 沒有善待好人 反而怎麼樣 啊 啊 就中榮壞人 啊 中榮特權 中榮違法亂紀的人 中華民國流氧難民 本來在中國大陸就是 給人家看成是壞人了 啊 土匪 對 那些軍隊 那些軍隊目無法計 人到哪裡搶到哪裡 就是在中國大陸被趕出來了 到台灣來也不改本性 包括蔣介石本身 更不用說其他等而下資的人了 所以 我們台灣就被梳瓜殆盡 台灣人就被靈念殆盡 我們本土台灣人非常的鼓勵 很鼓勵 大家很鼓勵 很善良 但是我們人先說去好 好人欺負 口口聲聲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但水兄怎麼樣 有心嗎 沒有 不是只有沒有而已 自己看成敵人 自己對台 用打母彈 二二八事變的時候 一直給你抬 從基隆抬到 殺到這個屏東 從屏東殺到基隆 短短的時間之內 殺了十幾萬人 把我們當作雞 還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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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這一段歷史 難道我們不用悲情嗎 但是我們悲情也是沒有用 我們一定要冷靜的心 來應付這個事情 用非常冷靜的頭腦 來想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除我們的枷鎖 六十幾年來奴隸的枷鎖 如何來解除他 所以 每一個人一定要有冷靜的頭腦 跟溫暖的心地 很好記啊 冷靜的頭腦 溫暖的心地 你的內心是溫暖的 要善待所有的好人 但是呢 一定要嚴格的對待那些 若肩犯科的惡人 就是這幾個字 大概總共只有十個字 是不是 冷靜的頭腦五個字 溫暖的心地 五個字十個字 我們把它奉為歸念 那有冷靜的頭腦 就是要怎麼樣 要去學習 要去研究 怎麼樣來達到我們 無碰接軌的目標 昨天我們徐老師 徐格林老師在這邊講 西方的宗教觀 以神為宗教觀的一種 以神為中心的宗教觀 我們看美園上面有一個 寫幾個字 是 in God we trust 我們相信神 為什麼 因為人跟人之間 一個人 人有他的人性的弱點 有自私心 所以有的時候 為了私人的利益 是不可信賴的 有太人教育他的子女說 任何人都不可信賴 包括爸爸媽媽都不能信賴 只能夠信任誰 只能夠信任你個人 只能夠信任神 人 西方的宗教觀就是 人在神的 神 人以神為中心 大家同時都來信任神 因為神是什麼 神是公平正義的化身 所以每個人 因為相信神 就以神當為公平正義的東西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說到說什麼 我們看聖經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 這個我們在 東方的宗教觀裡面沒有的 你說敬畏誰啊 敬畏老子 會是智慧的開端嗎 但是中文人說他敬畏老子 敬畏孔子有沒有真正的敬畏啊 嘴巴說我一步論語自天下 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 所有的人聽我的 就天下太平獨裁 不聽我的殺殺殺 所以他就一直亂 五千年的中國歷史 就是五千年的自亂先亡 淪迴不斷的一個歷史 所以中國以這個什麼 他說東方的宗教觀是 以人為中心 神是在旁邊的 既然人跟人是不能互相信賴的 永遠都在懷疑別人的這個動機 所以人跟人是互相防範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國家 專制獨裁 鬥爭不斷 怎麼會進步呢 怎麼會變成進步的國家 怎麼會變成強大的國家呢 我們認為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民政府 將來主張怎麼樣 我們要託華入歐 我們要離開華人的世界 進入歐美日的世界 所以我們在文化上 宗教觀上 要很大的變革 我們民政府要領到 所有的本土台灣人 託華入歐 責任非常重大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向優太人去學習 真的是要以這個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跟崇拜上帝是智慧的開端 一樣 有人說 我剛不在信基督教 怎麼這樣 我沒在信基督教 我在拜祟 拜什麼 拜天公 拜什麼 拜地亞公 地基主又是台灣人的信 拜麻祖那是中國信 拜祢要說是中國信 後來我們一定要等化 我們尊敬就好 我們要拜地基主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是拜地基主 因為我們去台灣歷史和文化來看起來 是母系社會 母系社會的時候 家屬說阿嬤有三個子女孩 三個子女孩是長 長男子女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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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孩子們知道有阿姨 不知道有老伯 因為這個爸爸晚上才跟媽媽一起去 女孩常常把他媽媽那邊 長男子女孩去種殘 母系社會是為了 所以女孩在晚上爸爸跟媽媽在生活的時候 就睡得不知人去 爸爸在走了 阿嬤回來了 所以看他們阿嬤 沒太多個鬼 死後的時候 我們臺灣人的平母祖是拜祥母 祥母是在房間 阿嬤死他時代在房間的門桌 所以要拜祥母 拜阿嬤 拜女兒 另外 中原的時候 或是說這個過年過節是拜地基主 地基主是老邊死他時 會在那個廚房後面的菜圈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所以地基主 地基主跟層母是我們傳統的平母祖 或是說那個是我們高山族的 你去看北蘭族的石關和這個有關 你說傳統我們的文化是這樣 這款的資料在中原研究院的那個 典藏的那個圖書館裡面有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公開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拜祥母 拜地基主 母有一個大尾 結婚是母有一個大尾 這是我們本土丹安人 本土造的文化跟國材造的文化 因為母系社會管理 這才是我們的事情 媽祖是中國大寮那些漢人帶來的 在說那些漢人帶來的 結果叫我們去信 所以我覺得很可笑 就是說 媽祖你行媽祖的時候 很多人去軟那個圈膝 軟那個圈膝 軟那個圈膝 那是完全說 你要攻打平民府主的人的時候 你如果軟過那個圈膝的表是說你沉浮於我滿漢 漢人 沉浮於我滿族 滿清 所以就不用抬頭 現在我跟家人說 你去軟媽祖的圈膝 你就是在兜保育 保育 兜到平安 都在跟我們騙 我不會記得是私人帶媽祖來 還是電信公帶媽祖來 中間有一個電信公跟私人 一個是帶媽祖來 一個是帶帝阿公來 這都是漢人帶來的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身 我們台灣人真正的身 就是剛才說的 沉浮跟地基祖 再來就是我們這次中間在拜這裡 好兄在那裡 所以我們真正的 我們本身的祖告是這個東西 不是拜媽祖跟拜帝阿公 有這個了解他後 我對媽祖見過 對帝阿公的廟過 我只把祖母這樣而已 不然去跟他走路了 譬如說 他用一個叫藏什麼 隨時討論說就是高分壓軌 做一個簡單的 像我們說市民一樣 他討論說他就用一個什麼 什麼周潮 一個省定位什麼人做討論說 這也不對 這也不對 討論說就改成我們的財神一樣 國所在 國政頭都有討論說 隨時這很普遍的信用 我還要查看因為那個 宗教方面我不是專家 我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真正本土台灣人的祖告 就是聖母 敵義祖 和我們這次在拜的祖母在那裡 但是都被扭曲了 因為融入道教 漢法一號融入道教 如道佛放著火 就亂了這樣 總共一句 我想 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除了說有冷靜的心 冷靜的頭腦跟溫暖的心 以外 我們一定將來 漸漸會住一個 這個宗教官 進步的宗教 才讓世界來進步 你看歐洲美國這一點的進步 它是一個紀錄到文化的社會 我們冷靜的心 我們不帶任何色彩 不帶任何這個偏激的看法 我們先看 全世界長久以來都會很進步 還有很豐富的社會 歐洲到美國 你看 這跟什麼 有關的 基督教的倫理 這麼三成一個 資本主義的社會出來 這個 我在這邊講 不曉得你們以前聽過沒有 即使是很多 即使是很多這個我們 基督教 教會裡面的朋友都不知道 基督教倫理怎麼會產生資本主義呢 不知道 德國的一個非常偉大的社會學家 說什麼呢 沒有基督教的倫理 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 沒有資本主義社會產生 就沒有產業革命 跟後來發展的一切 科學技術的進步 跟現在的民主政治 哇這個很大耶 這很大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基督教倫理 會產生資本主義的社會 因為基督教倫理告訴他們 財富累積越多 在宗教革命以後 十六世紀宗教革命以後 財富累積越多 是代表對上帝 越大的崇敬 這個觀念一出來 整個經濟制度從什麼 從傳統的這個 三座制度 叫Putting out system 傳統的這個基爾特的制度 在傳統歐洲的這個 社會裡面 他是基爾特就是代表行業 行業是規定你不能做業工 不能有童工 不能有女工 裁縫是一天只能做一件西裝 做一件衣服 不能做業工 因為晚上縫西裝的時候 做業工會做得不好 品質會差 透過這樣來控制他的什麼 控制他的產量 讓產量跟需求 跟供給跟需求是一致 就不會有價格的波動 這是傳統的經濟 但因為你限制他的這個產量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資本累積 剛好賣掉一個西裝 剛好夠一天吃飯 做一件西裝 剛好夠一天吃飯 所以沒有剩餘 但是我們主義怎麼樣 要累積你的資本 所以宗教革命 宗教改革以後 他發現說 我要重建上帝就是要累積財物 累積財物越多 就越代表對上帝的崇拜 越到上帝的寵愛 恩寵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了 有了善作制度 有了善作制度 什麼叫善作制度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裁縫師 我現在發現說 我有很大需求 我只有做一件衣服是不夠的 但我要做五件 五件我沒有辦法 因為按照行業的規定 我不能晚上做一工 好我就委託 這個五個工人 五個裁縫師 幫我做 每天做件給我 我就有六件了 我去推銷這六件 我就有資本累積 那善作制度 越來越做出去以後呢 變成所有的人 都是我的 我的故宮 在座各位都是我的故宮 每個人都說 一天做一件給我 甚至兩件給我 我就推銷出去了 特別在什麼 地理大發現以後 需求突然增加很快 用傳統方法是不可能 這個 供給人需不能夠符合需求的 這個滿足需求 所以善作制度就開始 開始這個擴散出去 善作制度擴散出去以後呢 就開始圈地運動 英國有的圈地運動 就是為了要養毛要增加嘛 因為什麼 要增加西裝的這個 要增加冬天衣服的這個 產量 結果就開始圈地運動 開始圈地運動以後呢 就很多人從農家變成什麼 變成勞工 跑到都市去找工廠的工作 所以就開始了產業革命 一系列下來 就產生什麼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量的生產 大規模的生產 大規模經濟生產出來的 那生產出來以後呢 就累積了資本 累積資本以後呢 他就可以製造這個機器 因為產業革命開始製造機器 利用機器來生產 就大量生產出來了 然後就累積資本 然後一直越捲 就好像滾雪球一樣 資本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才產生所謂的資本主義 有的資本主義 這些資本家 就有足夠的財富 可以對抗什麼 對抗獨裁政權 那民主國家也漸漸成立 所以才開始跟什麼 跟廣談判民權的問題 就產生了民族 孟德斯鳩的這個 三權分利的概念出來了 所以整個歐洲的發展 從文利復興開始 到這個宗教革命 到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才有今天整個歐洲的文明 跟美國的文明 東方沒有辦法產生這個東西 因為東方沒有這個觀念說 東方就是說我賺的錢 不是要累積資本 賺的錢不是要繼續的擴大生產 賺的錢就是要享受 賺的錢就是要去爭政權 就要產生戰爭 就要想要這個 所謂的這個南瓜一切 然後呢 賺的錢以後就要三期四切 然後就開始有了這些內部的鬥爭 沒有辦法長期累積資本 資本主義是靠這個 長期累積資本才形成的 好 就是說當時我們基督教的 倫理是說什麼呢 要勤勞節儉 要勤勞節儉 要忠誠老實 老實實的工作 要勤勞節儉 累積資本 然後呢 做人要怎麼樣 要延行一致 這在中國文化是發生沒有辦法產生的 嘴巴說 孔子怎麼說 行為就相反 所以他沒有辦法延行一致 沒有辦法忠誠老實 所以我們看 中國流氓大民到台灣來就是騙 從頭騙到尾 那資本主義是什麼樣子的精神呢 資本主義在早期的時候 他是取之有道 不會違法 沒有什麼正商勾結 老老實實的努力 然後累積財富以後呢 要分享給貧窮的人 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 像倫敦倫敦 我們早期看到的什麼清清飯潮 乞丐王子的 那些很窮苦的人 沒有這種事情 是延 產業革命到後期以後 因為這個沒有 這個發展的太快了 那這個社會倫理沒有跟著這個 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來這個改善 所以產生這個所謂的社會的失調 所以才會後來產生什麼 馬克思的共產革命 馬克思覺得說 資本主義是不對的 191848年他發表什麼 這個共產革命的宣言是說 產業革命以後呢 那資本主義萌芽以後呢 很多有錢的人跟很多窮人 本來說不用同工女工 現在開始用同工女工 甚至壓榨同工女工 就是產業企業家 沒有盡到社會責任 所以1848年的時候 共產革命宣言以來 一直到42年之後 1890年 馬歇爾 馬歇爾 馬歇爾在一本書裡面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第一個把經濟學這個名詞提出來的 一個這個英國的這個大學者 他就說強調什麼 強調要有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官 社會責任官 然後同時在1850年左右 因為當時馬克思所看到的問題 就產生了一些所謂的社會主義 就是現在的法國 這樣的社會民主主義就出來了 事實上這已經是100多年 快200年 所以基本上呢 資本主義當然有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資本主義 在那個18世紀 19世紀初期的時候 發生萌芽 產生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今天也沒有辦法有這麼樣的 科技跟文明的進步 那基本上我們看 我們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這個全球這個經濟的這個轉變 我們台灣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們跟中國有一段 有一個隔海相望 而我們很早 台灣很早就接觸了西方的文明 河南 西班牙 法國 英國 美國 還有加上後來的 這個西化的日本 進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日本 他的問題就是在宗教方面 不像歐洲跟美國 相對來說 他還有很多 中國的這個傳統的觀念跟思想 不過他們呢 他們政界或者軍方 政界或者軍方在早期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崇拜西方的那些 物質文明 還有他的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所以一方面他是 學習歐美的政治法律制度 社會制度 一方面他還學習船間泡利 中國為什麼他改革不 不太可能成大功利大 因為他只在船間泡利 從滿清的船間泡利 到現在還在講船間泡利 他沒有在政治制度 社會制度 跟法令規章 是法律方面 做完善的這個準備 所以經濟發展的 從經濟發展的這個學理來看 中國的成長 經濟成長是偶發的 他從落後到發展 不可能發展到一個成熟的社會 所謂成熟的社會就是 他的 所得分配要是非常公平的 相對公平的 然後他的法律 政治社會制度 是非常的完善的 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人質的 還是一個一黨專政的 所以他的發展 會有一個極限 就像剛剛不是Curve一樣 如果念數學就知道 他一旦彈跳起來 這條Curve是上來到上面 上面的時候 他有一個Upper Limit 在那個地方 限制他的發展 他在這個Upper Limit 可以延伸一段日 然後到成熟以後 他就掉下來了 崩潰 會產生崩潰 這是不足取的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一定要 防範 他崩潰所可能 對台灣不良的影響 比如說 如果中國大會亂起來的話 念亂發生的話 所當其衝就是台商 所當其衝是台商 好 我們不談他政治亂起來 就談經濟崩潰好了 只要他經濟崩潰 台商受很大的影響 台商受很大影響的時候 那麼他們一定回到台灣來籌資 又來賣房地產賣土地 就像2001、2005那階段 網路泡沫破滅 台商受到很大影響 很多台商虧本 虧錢 回到台灣來賣房地產 賣土地賣什麼賣什麼 所以那一陣子 房地產非常便宜 將來如果 中國大陸的經濟泡沫破滅 也會同樣發生這種現象 這是光只有經濟泡沫破滅 假定說政治崩潰 政治內亂的時候呢 台商是首當其衝 連命都不保 這都很危險的 他的台商利益也不會受到保障 所謂投資保障協定 我們不能信賴 因為他是人質社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防範整個台 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 或者是經濟的崩潰 那我們的主張就要脫髮入歐 脫髮入歐可以保障我們台灣 長期的安定跟和平 所以我們希望怎麼樣呢 我們希望好好的走這個 自治建國的路線 我們目標是希望將來 台灣變成一個商業大國 我們的產業政策 一定要朝產業大國方向 我昨天在台南說 我們首先要發展農業 農業是建國的基礎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溫飽 讓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可以做 讓每一個人都有所得 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兒女 這個社會就安定了 然後呢我們跟世界各國從事這個貿易 以我們的技術水準 以我們的貿易的能力 在世界各國做生意的能力過去 拿著小皮包 拿著007到世界各國去推銷台灣產品 這樣的能力 這樣的歷史經驗 我相信我們會像荷蘭一樣 雖然我們的服務員不夠大 荷蘭比我們小一點 我們是3.6萬平方公里 荷蘭是3.4萬平方公里 我們人口是2000萬 荷蘭大概只有幾百萬 大概600萬左右 大概我們的三分之一弱 或者強 那我們如果 能夠好好發展我們製造業 荷蘭還是低帝國呢 那我們發展我們製造業 發展我們精緻的容力 相信我們的產品會受到各國的歡迎 所以將來台灣會變成一個 很大的商業大國 很大商業大國所得會增加 那我們有溫暖的心 讓所有企業家都能夠賺到錢 來從事慈善事業 像什麼 學習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的精神 自己好也要讓別人好 比爾蓋茲巴菲特賺那麼多錢 不是自己享受 不是走勇 走勇又豹 而是去怎麼樣 把他的錢拿去做一些慈善事業 救濟第三世界貧窮的人民 台灣人也要這樣子啊 我們不能台灣人也要這樣的胸進 跟懷抱 我相信這樣下去 台灣人會在世界上大放異彩 但是我們一定有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一定要有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一定要達成自治建國的目標 那麼這個就是在座各位 跟所有民政府目前重要幹部的責任 我相信今天大家坐在這個地方 好好的坐在這個地方三天 坐滿 坐無虛席 在這個地方接受這兩三天的課程的訓練 一定跟我們一樣 心中有信心 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信心 充滿了信心 已經準備好了 要來把中華民國這個流氧政府 驅逐離開台灣 要來好見識台灣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心情 共同努力 我就報告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這麼多人 我們要分批